今年初由美国众议院成立的 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 在美东时间星期二晚上七点 召开地场听证会 重点讨论中国人权商业和军事政策问题 特委会主席加拉格尔表示 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努力教育美国人 关注和中国的竞争 并选择性地将美中经济脱钩 他更强调 中美关系一厢情运的时代 已经过去 从台海地缘政治 中美贸易战 俄乌战争到近期的间谍气球风波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日益严峻 美国众议院今年初成立的 美国与中共策略竞争特赦委员会 简称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在美东时间星期二晚上七点 举行了第一场听证会 聚焦讨论中国人权商业和军事 政策问题 有关特委会共有24名成员 包括13位共和党人和11位民主党议员 由共和党级众议员加拉格尔担任主席 加拉格尔表示 特委会的重要任务之一 是尽力说服美国人多关注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 并选择性地将两国经济脱钩 还强调美中关系一厢情愿的时代已经过去 大厅听证会邀请四名证人出席 包括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时期的白宫国安顾问 迈克·马斯特和副国安顾问波廷格 他们将聚焦讨论中国带来的整体威胁和军事问题 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的前秘书同意则关注人权问题 他曾在学生时期参加六四运动 亲眼目睹天安门血腥镇压场面 后来因参与中国民主运动遭逮捕入狱 获释后流亡美国 最后一位证人则是美国制造业联盟主席保罗 他将以商业视角剖析举示 尽管有民主党议员担心 成立特委会可能会助长美国境内的反亚裔情绪 对此波廷格认为委员会必须站起来反对偏见和歧视 才能保护美国华人的权利 也让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中国公民 享有自由的生活方式 感谢观看